拉布我都不是很贊成, 因为会阻止有需要议案通过, 可能市民很多都是在想通过, 不是太好, 影响民生, 很多方面都会的, 撥款都会影响整个经济。 我想离题发言, 赶离场这个可以修改, 因为其实如果你发现那件事是离题的话, 其实他都只不过在摔波中, 在讲一些无关同样的东西, 如果是这样的话, 是不应该浪费那些真正讲重要的人的时间。 这个。 因为他如果在议会里面辩论某一个议题的话, 他都不是说那样东西, 其实来说就不应该继续给他表达他的意见。 我觉得这个也有这样的需要, 流程会快很多。 要like这个吧。 你没有代表性修正的, 你只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又不是很对的, 这是我的意见。 如果重复就不是具代表性, 如果他只是反对又不讲怎样修正的, 就应该不要反对了。